杨子在剧里面有很多美美的造型,而且妆容特别清透好看,果然是莲花仙子,他是自己的原生,为颜旦又设计了一种新的声线,剧中的设定也是神仙不能动情,因为帝君肩负着众生,一旦有情,就相当于有了软肋,应渊作为清离帝君,自然是要以身作则的。 应渊的造型非常仙气禁欲,果然没多余的刘海,更能凸显诚意的帅气,虽然嘴上嘴上说着不能动情,可是,一旦有人欺负颜旦,应渊不会袖手旁观,当颜旦和其他人斗法处于弱势的时候,应渊还指点他,霸气地表示,本君的人,你动不得,从预告来看,应渊也并非对颜旦没有感情吧,有时候,还会做出一些撩人的小动作,只是帝君的身份,禁锢了他的感情。 预告里还有一个最大的看点,那就是应渊的亲生父亲玄夜,成功率倒无数粉丝,这个角色已经成为网友的心晋男神了,贵球剧里面加点剧情,如果有爱,为何要一次次摧毁他的希望,能看到应渊的眼睛里面,有很多复杂的情绪,很好,成功被虐到了,到了凡间以后,应渊变成了捉腰师唐舟,性格就完全相反,活泼会撩人,剧情也相对而言要甜一点, 可是这一世颜旦是妖,唐舟是捉腰师,又要面对立场的抉择,唐舟没有让人失望,选择了颜旦,要带他离开,剧中诚意的打戏和战损都不少,应渊虐完唐舟虐,后面还有父子大战,看来这个剧组的血包,需求量肯定很大,12分钟的片花,剧情刺激带感,主角颜值演技再现,特效也很不错, 养子和诚意的演技,太能带观众入戏了,希望赶快定当,迫不及待想看这部剧了